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知名言调机构Trendforce发表最新预测。 2026年第一季由于DRAM原长产能转进先进制程与伺服器HBM应用, 以满足AI伺服器需求,其余市场供给严重紧缩。 预估整体一般形DRAM合约价将计增55%至60%, NandFlash则因原厂控管产能和伺服器强劲拉货,排挤其他应用。 估计各类产品合约价持续上涨33%至38%。 严调表示,第一季PCDRAM尽管面临整机出货下修和降规导致记忆体需求成长放缓, 但DRAM原厂同时收紧对PCOEM和模块厂的供应, 造成部分PCOEM需以更高价向模块厂采购, 预计将定高原厂模块行情大幅推升PCDRAM价格。 而AI推论带动的伺服器建制持续驱动美系CSP采购, 业者2025年底起持续向原厂释出拉货或追加伺服器DRAM需求, 更因过往成交记录需求展望较佳, 获得原厂为原供给的年增幅较大。 严调认为,在原厂库存水位鉴底下, 出货规模成长仅能依赖晶圆厂提升产出, 加剧供不应求态势, 预期第一季原厂将积极调涨伺服器DRAM价格, 激增于60%。 手机品牌即便在淡季对记忆体需求不强, 但因手机DRAM供给紧缩情况难在短期内改善, 且未来数季合约价可能在升高, 品牌于第一季维持较强拉货力道。 预计LPDDR4X、LPDDR5X皆呈现供不应求, 资源分配不均情况,价格走强。 Graphics DRAM因NVIDIA RTX 6000系列销售目标下调, 和部分PC-OEM下修出货规划, 需求动能转据保守。 然而,其产能受制成高度重叠的DDR5排级, 供应偏紧带动价格上扬。 在整体DRAM供给紧绷的情况下, 消费性DRAM客户为降低未来缺货风险, 愿意较高价格换取原厂第一季的优先供应, 但因部分供应商扩产态度谨慎, 且后续需保留一定产出给高容量产品, 短期仍是供给低于需求,支撑价格上涨。 NAND Flash方面, Trendforce表示, 第一季因预期笔电出货季减, 且部分中低阶机种出现SSD容量降级, 以压低BOM Cost的情形, 影响客户端SSD需求。 然因原厂追求利润最大化, 客户端SSD供给售资料中心SSD排挤, 以高性价比的大容量QLC产品供应最紧, 预估第一季客户端SSD合约价仍将计增至少40%, 涨幅为各类NAND Flash产品之最。 由于北美CSP业者加码AI基础建设, 2026年全球四伏期市场将迎来成长高峰, 带动企业级SSD需求, 预期将成为NAND Flash最大应用。 然供应商因产能有限, 采取获利优先与控制出货策略, 供给紧缩格局深化, 推升企业级SSD价格。 在EMMC UFS部分, 因2025年上半年的手机促销已提前消耗买气, 加上目前第一季市场处于库存调整期, 预估手机出货量将明显击减。 即便另一, 主要应用Chromebook的出货量受惠于政府标案而逆势成长, EMMC UFS需求仍略显疲弱。 供给面因原厂产能占比持续缩减, 虽有模块厂能舒缓部分压力, 整体仍是供不应求。 NAND Flash Wafer因消费类产品, 零售市场表现低迷, 且历经2025年第四季的激进调整, 预期2026年第一季需求走弱。 不过, 由于原厂优先将产能投入高毛利产品线, 压缩对模块厂的Wafer供应, 价格持续上涨。 在此背景之下, 记忆体晶片大厂SK海力市执行长郭鲁正, 在对员工的2026年新年致辞当中表示, 人工智慧AI需求超出预期, 并将成为常态,竞争日益激烈。 SK海力市目标市发展成为真正世界级的公司。 2025年, 在人工智慧需求的爆发之下, 全球DRAM和NAND Flash市场持续供不应求, 价格也是持续大涨。 根据DRAM Exchange的数据显示, PCDRAM DDR48G的平均合约价格 从2024年底的1.35美元上涨至2025年底的9.30美元, 涨幅近7倍。 其中, 仅第四季度, 价格就上涨了32.9%, 达到自2016年开始跟踪以来的最高水平。 NAND Flash市场也是一样, SSD等适用的通用128G NAND Flash产品价格, 在2025年一年内上涨了2.76倍。 这也直接带动了记忆体晶片厂商的业绩大涨。 郭鲁正表示, 作为全球领先的记忆体晶片制造商之一, 2025年对SK海力士来说是创纪录的一年, 带来了迄今为止最强劲的业绩, 并在规模和质量上实现了明显增长。 根据SK海力士财报显示, 2025年前三季累计营售为64.3兆韩元, 折合445亿美元, 营业利润为28兆韩元, 折合194.11亿美元。 营业利润已超过该公司2024年创下的23.4兆韩元的年度记录。 SK海力士的股价在2025年下半年更是暴涨了超过140%。 郭鲁正对员工、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表达了感谢称, 这些成果之所以能实现, 是因为员工和管理层作为一个团队专注于各自的能力, 并得到了集团层面持续的支持。 与此同时, 近日,三星联系执行长卢泰文对外表示, 当前记忆体晶片短缺状况前所未有且极其严重, 这一情况已引发行业广泛关注。 从时间线来看, 近期三星方面释放出这一重要讯息。 记忆体晶片作为众多电子产品的关键零部件, 其供应情况对整个产业链影响巨大。 此次卢泰文明确指出, 记忆体晶片短缺程度达到极高水平, 与此同时, 记忆体晶片价格出现飙升态势。 这种价格变化并非孤立事件, 其影响正逐步传导至下游产业。 三星方面称, 记忆体晶片价格飙升将对智慧型手机价格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 这意味着消费者在购买智慧型手机时, 可能会因记忆体晶片成本上升而面临价格上涨的情况。 过往, 记忆体晶片市场虽也有波动, 但此次短缺的严重程度超出以往。 此前, 行业虽经历过因需求变化、 产能调整等因素导致的晶片价格起伏, 但此次三星联席执行长用前所未有极其严重来形容, 凸显了当前形势的严峻性。 此外, SK海力市执行长也曾表达过对行业需求的看法, 其认为AI需求不是泡沫, 是常态,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整个半导体行业, 尤其是记忆体晶片领域, 正面临着需求结构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或许是导致当前记忆体晶片短缺 及价格飙升的重要因素之一。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